下面这位也是这样 他惦记上了别人养的花了 当民警找到嫌疑人 问起盗窃的原因的时候呢 嫌疑人给出的答案 让人意想不到啊 监控中这名男子 就是嫌疑人徐某 他趁着夜色 在温州乐清柳市街头 盗窃商铺门口的盆栽 然后用自己的电动车运走 徐某盗窃商铺盆栽 驾轻救赎 已经连续盗窃了好几家 我们辖区就是接连接到 根据监控排查 民警初步判断 这些盆栽盗窃案 都为徐某一人所为 于是立即对其进行了抓捕 在徐某家的阳台上 民警发现了这些被盗的盆栽 不仅没有被拿去嚣张 还被照顾的挺好 他盗窃的目的嘛 也不是说为了钱财 他只是 而且他盗窃所得的这些花木马 全部是自己放在自己家楼下 进行养护着 据了解 徐某是本地人 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家住当地一个高档小区 因为非常喜欢花花草草 自己家里也种了不少 对于自己盗窃的行为 徐某觉得自己这样不算偷 只是因为对方把花养得太差了 他看不下去 经过清点 徐某共计盗窃了7盆盆栽 因涉嫌多次盗窃 目前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今年十分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